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公贵族把他奉为神明 而他也很争气 将王公贵族的女性睡了个病 最终还将卢曼诺夫王朝给高垮了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秘的格里高丽拉斯普京 拉斯普京和他的孩子们在一起合影 拉斯普京的父亲就是个有手好钱的赌徒 而他也成功继承了一波 成为了一个无恶不作的混蛋 拉斯普京就是村里人对他的称呼 意味放荡引译 拉斯普京和他的神职人员在一起合影 拉斯普京不知从哪里学会占卜和咒术后 就开始以神父自居 天天出入大户家庭 骗吃骗喝 骗取贤才 拉斯普京和他的信徒们在一起合影 由于拉斯普京成功预言出卯地将有大户 人们对他信服的五体徒弟 于是他的名声便渐渐传播开来 拉斯普京和费奥多罗夫那皇后一家在一起 拉斯普京成功治好了皇太子阿列克谢的坏血病 最神奇的是 只要拉斯普京在皇子身边 皇子就不会犯病 只要拉斯普京离开皇子 皇子病情就会加重 自此拉斯普京开始进入到沙俄的贵族圈 拉斯普京和沙俄的高官众臣合影 从合影中就能看出来拉斯普京在贵族圈的地位非常敦贵 图 来到拉斯普京家中聚餐的王公贵族 他们将拉斯普京团团围住 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着虔诚 图 拉斯普京正在给贵族女性们传道授业结果 每个贵族女性都已和拉斯普京有染为容 拉斯普京每睡一个贵族女性 就会剪下奇异缕头发 当他后来被抄家时 士兵竟然发现了三箱头发 图 拉斯普京被处死 由于拉斯普京对沙皇的影响非常大 沙皇每次出兵时都要请 拉斯普京瞻滚下 为此眉少打败仗 朝中大臣也都被拉斯普京换位了自己的手下 最终拉斯普京被王子尤苏波夫给处死 信奉拉斯普京的信徒为其修建的目的 据说拉斯普京的尸体被公开烧毁时 许多贵族妇女偷偷去捡拉斯普京的骨灰 以求保佑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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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